最近在中国女排集训过程中,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却在外界引发热议。 原因是,此前有媒体人发布文章,传言郎平即将奔赴日本,指教日本女排国家队。 一时之间,很多求尼不解真相还真以为郎平要辜负中国女排加盟日本,结果就在最近,郎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在深夜突然发文澄清传言,并且表示接下来有可能会追究那些造谣者的责任。 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,郎平直教日本女排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,只是有的人在故意带节奏损坏郎平的名义而已。 实际上想要知道郎平真实的想法,不妨回看一下两年前奥运会结束之后,郎平对着媒体许下了承诺。 当时郎平确定将会退休离开中国女排,那个时候央视在她离开之前做了最后一次转访。 在那次访谈中,郎平坦诚相待,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,她表示接下来暂时没有要出山,没有要执教其他球队的想法。 郎平说如果将来自己真的是要重新出山,首选肯定是中国女排国家队。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,铁狼头的赤子之心一直不变,她由头有始至终都希望为中国女排服务。 至于当年为什么要执教美国女排,原因大家都非常清楚,主要是因为郎平当年怀才不遇,没有遇到赏识她的人。 希望各位球迷了解清楚真相,郎平有始至终都只愿意为国征战,她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。 希望各位球迷不要再误会她。 另外一方面,关于郎平接下来的去向问题,在当时郎平宣布退休之后,爱徒朱婷就已经在社交平台平台揭晓了去向。 当时朱婷发文说郎平在辛苦这么多年之后,如今终于可以好好休息,回到家里面陪伴一下家人。 朱婷祝福郎平未来可期。 从朱婷的话能够知道,实际上郎平在这一次退休之后,一直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,未来大概率会继续花费更多的时间,陪伴外孙女儿以及女儿等。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,郎平基本上都是漂泊在外,跟随中国女排在国内外征战比赛,很少有时间可以和家里人团聚,她亏欠家里人太多了。 所以,这一次在退休之后肯定想好好弥补一下,一般情况不会再指教球队了。 对于球迷来说,不妨多关注中国女排赛场的表现。 至于郎平这些已经退休的功勋,就让她们好好享受一下清闲的生活吧。 例子